今天呢 带你们来看一下这个路湖揽胜的SA版本啊 这个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最关键的是价格 这个车是多少钱呢 这个车是321万啊 321万啊 这这哥们首付啊 首付都要64万 这车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可以看到同样都是和旁边那个一样啊 旁边那个呢 也是缆线啊 这个呢 也是缆线 但是那个是3.0的 这是5.0双增压 这是动力的不一样 然后可以看前脸啊 前脸这个脸和中网和这个字母和那边的缆线也是不一样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缆线啊 就是非常这个日常的这种中网 然后这个logo和这个字母也是比较普通 但是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边这个就不一样了啊 你看到它的这个 字上面都是有这种很小的很细节的这种设计 然后整个这个中网 这个造型确实看上去要更奢华一些 虽然你们可能会说这个字 就是你在淘宝上三十块钱五十块钱可以买一套 但是就能一样了 这个是体现身份和尊贵的象征 然后来侧面 那你可以看见啊 就是它的整个这个车灯 其实整个里面那种底阵式那种感觉呈现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 这也是缆线整个这个 SV版本的车头啊 可以看到 它车头确实是非常的霸气